东南亚是大家忽视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东南亚如果一不小心 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爆点 美国的疾病管制处说 我们已经社区感染社区传播 我觉得国人同胞真的不用太在意 这些外在的 这些在一些语文上面的一个定义 我觉得那是公卫学者要做的事情 我只讲一件事情 就是实质在台湾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我们有没有日本那么惨 我们有没有韩国那么惨 我们是不是泰国的样子 那么我们更不是中国的那个样子 在一开始的时候 武汉封城1月23号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标的 就是说武汉武汉 然后扩大成湖北湖北 再就是中国中国 最后变中港澳 可是各位知道 现在连新加坡 泰国 日本 东北亚都沦陷 全部都沦陷 那么还有更重要东南亚 东南亚是大家忽视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东南亚如果一不小心 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爆点 为什么 因为从我们几个个案 19例跟24例 你就会发现说 当你住到重症加护病房的时候 你严格去做裁检的时候 你会发现会遗漏个案 所以我相信在东南亚国家 可能有一些个案是被遗漏的 那么因为这些国家 它在一个裁检测试的一个速度 量的不够 所以可能会稍微会忽视 那因为现在是全球化 所以人就这样跑来跑去 如果不小心开始个案多的时候 才会发现所谓的社区群区感染 所以我认为东南亚如果不小心的时候 它的表现方式应该是一天两天直接就社区大爆发 它不会像我们说一个个案两个个案统计 中研院它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用尽它的洪荒之力 去把这样的一个抗体可以把它标定出来说 确实身上有这样的一个抗体 那代表说它有高度可能是它有感染过我们说的COVID-19 那当然很多的酸民 那个酸民我想不是来自于岛内热爱这个土地的人所讲的话 会说这个有什么用 我觉得当你的国家把火烧起来的时候 你告诉我说这一点一丁点东西没有价值 我觉得那是很可笑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把所有的感染源都把它封锁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才能够有时间用其他的行政量来做这些事情 研究量来做这些事情 那这个本来就是对一个疫病负责任的态度